一个少有的画面也让人觉得好奇 就是在昨天的时间 位在蓝宇三海里外的小蓝宇 是传出了火警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小蓝宇是一座无人岛 同时也因为地理位置远的关系 消防队又没有交通工具可以抵达 所以没有前往救火 所幸火势是也自己已经熄灭了 晚间平静海面上 一座岛屿燃起了亮光 更冒起浓浓黑烟 地点就位在蓝宇三海里外的小蓝宇 蓝宇消防分队表示 12号傍晚见获民众通报小蓝宇失火 立刻派员前往红头部落岸边检控 因为无交通工具能到达小蓝宇 所以无法至岛上进行救援 但所幸小蓝宇并没有助人 只有居民放养的羊肢 但居民也表示 目前不确定是否是放牧引起的大火 根据蓝宇消防分队表示 火警大约在12号晚间7点之后变小 到了晚间8点就已无火光 截至13号上午11点 火势已成冒烟状态 蓝宇消防分队也将持续关心 小蓝宇岛上状况 约细新闻 总部的事已顾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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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